Hello Yahoo 我想不到香港還有機會有人做Icon 做偶像 很難得像MIRROR一樣有一隊人走出來 一隊人同一時間不管是否接受 但有一大群人在接受他們 我也覺得他們是非常成功 你想想妙軒人的年代 Danny Leslie的年代 大家是主宰給一間電視台 一間電視台幾份大報紙 他們的好語不好 就想說不好 很多人說是港姐 在選的時候你不覺得他那麼漂亮 又慢慢覺得他很漂亮 因為在調整到你的眼睛就習慣他 這是很主要的原因 我也不相信在新一代的人 沒有人比哥哥漂亮 或者沒有人比Danny 只不過他們未必有機會在你面前讓你見到 現在有這麼多平台 讓你親近不同的人的話 整件事是分薄了 各自有各的平台分薄了 竟然來到這一代還有偶像出現 是很難得的 譬如我喜歡Jer唱歌 我也喜歡他的外形 因為他的外形比較 可塑性比較高 因為姜濤他們都很好 像你所說 他可能是一個韓國的版本 但Jer不是 我覺得他的可塑性是高很多 他還未出來 我們知道他唱歌唱得好 所以我們是有的 我們是有新的牛掌 As a whole mirror 我覺得他們已經是非常驚喜 就是他們的出現 80年代開始 當時媒體都會問我 香港穿衣服的層級 是屬於第幾樓呢 明顯我們在華人地區來說 香港當然是最先進 我就說 香港已經是非常好 但需要這些時間 是什麼時間呢 其實我也看得很盡 當父母的小孩子 都全部穿牛仔褲的話 香港就已經是 去到一個起碼程度的水平 起碼你和最基本的西方的衣著 現代的衣著是接軌的 我意思不是只穿牛仔褲 是會穿牛仔褲 你會穿牛仔褲 自然會會穿其他東西 為了會穿牛仔褲 你的身形會改變 你的健身 甚至你走路的姿勢都會改變 果然之後真的是 但如果來到今天來說 我覺得香港人穿衣 其實都是高人一等 我不是應該說高人一等 我是高一籌 我見盡香港的年輕一代 穿衣服是有個性的 就算是日朝韓朝什麼都好 但不知為什麼 香港人是有一種特別的氣質 還有他們穿衣的簡衣 那個態度和選擇的物件 都是與眾不同的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香港人穿衣是漂亮的 黃苑芝我不熟 但我會久不中留意他 有時甚至不熟 我連他的名字都不太熟 但是我發覺每次他的出現 令人有很大的驚喜 因為他整體的打扮 或者他唱的歌 或者他做的事 都很符合我心目中 香港人 新一代的香港人 雖然他已經不是十年二十歲 他不是特別漂亮 但他很精緻 他有很獨特的氣質 當然不是苗軒人 苗軒人是另一件事 苗軒人是七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他已經很大氣 走出來就是明星 走出來就是模特兒 就是那段年章 我也記得 因為透過我的師兄 因為他們認識黃榮 因為認識黃榮 所以跟苗軒人就熟了 他從美國回來 試過約我一起吃飯喝茶 我只是不看頭地 我終於在香港見到一個人 穿米色的大衣 穿米色的絲質衣服 橘色的長褲 很簡單的長褲 穿米色的鏡皮平底鞋 這些應該是在紐約 在德國 為什麼說德國呢 因為法國人 意大利人 和英國人 和德國人穿衣服不同 雖然這麼近 但是德國人會穿公衣服 德國人是簡約的 所以他們不喜歡花巧 但他們喜歡線條明快 苗軒人當時就是這樣的打扮 但是來到這一代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一個人這樣的打扮 你會特別驚喜 因為時代變了 寫作的人也不會再譯書 明顯人現在再出來這樣穿 我也會欣賞 但是你會看是一個長者 上一代的人才會這樣出 所以不同的年代 你不要期望看回以前的年代